黎大姐就想找个比自己大三四岁对自己好的人 她说的不就是马大哥吗 那他们的见面会擦出期待的火花吗 大姐 我来了 我来了 来 介绍一下啊 马国记 马大哥 马大哥 你好 李凤云 李凤云 这是我哥家 我娘家哥家 我来凑门的人呢 你记不住吗 那走 偷牵走 偷牵走 这两个家家都这么大院好了 都这么大院 这一大院全是躺着 一到那方庆头 很现代化的农村 对对对 来 来 这我娘家四嫂 这就是大姐住的那个哥家的三个大 对 这四嫂家 少了好 这一个是我三哥 这个是我四哥 三哥 这个是我四哥 四哥 这一点太多大 别紧张啊 都是因为大姐姐自己那个新哥 对对对 娘家哥哥 娘家哥哥 挺好的 丑得这样子就行 脸上还挺 突然都脸 丑得挺好的 说老朋友也行 还行啊 丑得也还挺朴实的 看得一样 嗯 说话老科也挺实在的 挺好 挺好 看面子得说没有啊 没什么想法 还挺好的 说话得碰着 这个好就行吧 初次见面 马大哥和李大姐 对彼此的第一感觉都很不错 李大姐的哥哥嫂子 对马大哥的印象也都很好 算是为这次相亲开了个好头 你多大岁是吧 我属羊的 啊 67呢 我知道 比你大几岁 只有大三岁 跟我四哥同岁 你不是啥的 这可真是 没的也是属羊的 你属啥的 我属狗的 没的也是属羊的 啊 你也打工了 对 我这一辈子就打工了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工 一到现在 我现在在的什么 那个环伟 啊 环伟啊 对 当保安 环伟就是少大姐的 啊 少大姐的 啊 那你一个多少钱呢 一千八那你算 啊一千八呀 那你家有地 有地 多些地啊 一省 一省地 那你就是这地钱吧 完了再靠大工 社保一千三百块钱 我是得交的 一年反正收入能到四万块钱吧 对 人同样 够花能花了吗 花不了 啊 我细心 主要是饮品 必须得对我好 你就给我 一个 就说一月给我一万 我也不干了 对于马大哥的经济条件 李大姐不是很在意 因为他找老伴看中的就是人品 对他好是首要条件 他最渴望的是能遇到一个像过去老伴那样对他的人 我那老伴也是肺癌没的 啊 嗯 没也没十多年了 我们俩感情可好了 都没红过脸啊 我就跟你说呀 我俩没说啥都能 绰合到一块的 不像一只 你说东西 从来不利 你家那可可好了 脾气 嗯 就可能抓钱了 就那样 完了就挣钱全交给我 所以说他没十二年了 那我也可想他了 真的 那对我太好了 理解 一样 一样 我喜欢吃肺癌 嗯 他就在前吧 就想吃的 我爸就是做饭也不用我 就是一伞都是说那 都是我媳妇他做饭 那咋子 我全他事 我就挣钱 你俩都相辅的人 我们俩掉了 我他吧 平时什么的 就是睡眠不好的时候吧 他就要我 他就说 他妈 你给我搓出这 搓出那 有个搓出脚心 嗯 我就耐着性子 一颠带 他捧死脚子 嗯 他有病期间 有病期间 那时候有时候 我帮他洗洗脚 哦 完了那个生病 最后卧床四五个月 全是大的鱼儿照顾 哎呀 那鱼儿我这个鱼儿 把我整够呛了 我这那个鱼儿 心里边 确实是太难受了 哎呦妈 刺不得 哎呀那可不是 他姐理解 懂得样 懂得样 懂得样